大管管长带你看世界 如何测量光速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每秒钟30万公里 可以绕地球七圈半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快的速度是如何测量出来的呢 今天管长带你一起测量光速 由于光是延迟线传播的 我们可以在远处放置一面镜子 发出的光遇到镜子后会原路返回 我们在光源前面放置一个旋转的齿轮 在齿轮转速较低的时候 光会有充足的时间在齿轮的第一个空隙完成折返跑 但当齿轮的转速足够快的时候 返回的光就有可能被齿轮挡住 当齿轮的转速继续提高 光就会从齿轮的第一个缝隙射出 从第二个缝隙返回 光完成折返跑的时间等于齿轮转过一格的时间 光行进的距离等于光源和镜子距离的二倍 距离除以时间就可以得出光速了 但是光速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需要距离镜子足够远 齿轮转的足够快才行 我们会用到一个有360个缝隙的超大齿轮 配备超大功率的马达和精确测量转速的仪器 至于镜子嘛 我们选择把它放在距离岸边六公里的海岛上 为了精确对焦 还需要一架高倍望远镜 搞定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测量光速的实验装置 万事具备就等天黑了 看到那个亮点了吗 光已经射到岛上了 岸边的摄像机也捕捉到返回的光了 开始转动齿轮 我们可以看到在齿轮转速不断提高的时候 摄像机捕捉到返回的光时已实现 让我们记录一下各个时段的转速吧 当转速达到每秒2000转时 返回的光消失了 当转速达到每秒4000转时 返回的光呈现最亮的状态 当转速达到每秒6000转时 返回的光又消失了 我们可以知道当转速达到每秒4000转时 光恰好跨过了齿轮的一个缝隙完成了折返跑 此时跨过一个缝隙的时间就是 1除以4000转再除以360个缝隙 等于0.00004秒 光完成一个折返跑的距离等于12公里 那么光速就是12公里除以0.00004 等于30万公里每秒 很神奇吧 其实馆长今天带大家还原的 就是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 飞佐的光速测量实验 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 飞佐得出光速为每秒钟31.5万公里 与我们现代公认的光速误差只有5.1% 不得不佩服仙人的致命